简易,简易,69级单挑之王啊 戴着装备项链是无级别流云 帽子16段 鞋子17段无级别野兽 鞋子150的无级别 熔练12点防御 6点敏捷 衣服的话 利敏双加17段 这他妈是单挑之王吗 大哥 他不是单挑之王 是一方霸主 鞋腰带有备用的16段黑宝石 有16段的无级别备用装备 还有无级别备用项链 这三件备用的装备 是不是也得快100了 零势是双伤害一速度 三伤害一误报 也就是五伤害一速度一误报 超级简易双伤害一狂暴 伤害误报加速度 这个行为石有点强行拔断的意思 主主性是防御 超级简易 纯正的三主性 超级简易纯正的三主性 这装备是真的没毛病 尤其是无级别野兽鞋 看一下他的武器 他的武器咋得得到900 1055除以3 加上一个550 901 901还加体质900多 百万级以上的武器 哇雷鸟人力劈必赖神马 神马加力劈的受决就已经达到了26万 26万的话 胚子而且打输的时候还有一些容错率保险 就比如说先打 现在的话 现在要打受决 应该先打神马了 神马比利皮还便宜了 掉的输不对 可能还要反补 带的套装 那是高级神幼套 又是壁垒 神马 1.3成长 俩神马 第三个呢 是隐功的 加进击必杀的 林中鸟 隐身的林中鸟 隐身的静台妙体 好 力皮壁垒神马 第三只 死亡静台神马 第四只 资质特别好 成长1.36 死亡加静台 死亡加静台 梧桐别看 卧槽 卧槽这只宝宝 死亡加宁光亮彩 加静台妙体 69级的法房 其实没啥用 他的宝宝 比175级的福战宝宝 还要强 死亡法房 静台神马 卧槽 这恶号 怎么宝宝这么强 他的宝宝也太强 太强了 静台妙体 很多宝宝还加了个宁光亮彩 这只宝宝8074的写的同时 防御也不算太低 464 12只宝宝 全是一线 他宝宝除了林中鸟以后 装备也强 他装备有更强的 但是宝宝 他有几个是拔尖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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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